拥有24年历史的圣陶沙鱼尾施塔 明天起关闭并且将被拆除 大批公众赶在最后一天前去打卡拍照 与他道别 记者红宝灵报道 20岁的黄伟良小时候曾参观过鱼尾施塔 他以为这个旅游景点永远都会存在 因此每次来到圣陶沙时都不会停下来拍照 直到听到鱼尾施塔将拆除的消息 今天是那个最后天 所以我想来拍人记录这里的地方 因为以后我的孩子这些那些比较小的 他们看不到 以前圣陶沙是一个很大的老人家 圣陶沙发展局上个月宣布 1995年落成的鱼尾施塔将从这个月21号起关闭 之后拆除让路给圣陶沙新知音的建造工程 鱼尾施塔过去一个月迎来约39000名访客 比平时的月军访客多三成 你可以看到在鱼尾施塔外这里排队的人非常的多 尽管得等上30分钟的时间才能够进入塔内 但大家仍然耐心等待只为了留下回忆 今天就比较热又比较闷了 但是因为最后一天就拍吧 大老远过来一次的话就也是最后一天嘛 然后就过来看一下挺漂亮 从来没有来过 我看到朋友的那个社交媒体有post 所以我有点期待那个赛上面的view是怎样的 前来打卡拍照的访客都对鱼尾施塔的拆除感到不舍 我觉得蛮遗憾吧 因为这是我一个很不错的回忆 就是每年都会来看它 晚上的表演都很好看 所以我在赛之前跟他们拍照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邦领报道